你眼睛還累嗎? 那個阿蚊,整晚說著看左看右 弄得我倒雞眼,什麼儀態都沒有了 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沒事的 我也想沒事 我也想從來沒發生過,只是做夢一場 我還記得當年 當我知道阿天原來已經結婚了之後 我多麼傷心 我決定離開阿天,去美國重新做人 去到機場臨走的一刻 我還是忍不住想打個電話給她 我想找楊浩天 你是不是Fiona? 你是 我現在沒有拍檔不平凡 我問你,下次沒有送人在你 你怎麼知道? 當時我知道阿天的證券行 是有一個拍檔叫做不平凡 不過我跟他一直都沒見過面 那次在電話裡 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聊天 但是他實在太沒禮貌了 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說… 你這些馬上見線開了人挖蕩褲 你放心,你一定跑不掉的 你說誰是人挖蕩褲? 你以為你是好人嗎? 你洗好這個白血十五座花廳吧 去到美國才知道原來自己 已經有了阿天的骨肉 幸好…幸好讓我認識到你 要不是一個女人戴著她的肚子 人生路不熟,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不平凡是阿天的伴侶 他判了五年了 判五年算不算是罪有應得? 報紙上寫說這個不平凡或是無辜的 他說所有的錢都是阿天做 與他無關的 死無對證,她說什麼都行 Audrey,你說…我可不可以回香港做證了? 你飄洋過海,來到這麼遠的地方生活 你無非是想忘記以前不開心的事 過了一些新的日子 如果你真的回香港做證的話 到時候全世界的人 都會說你是搶人老公的護理精 看來你以後跟兒子都很難做人 阿蟹,有無罪這些事 是應該由警察去查的 我這種女人連自己都還沒想到 看來這個不平凡真是無辜的 但是… 但是就算他是冤枉的 罪非禍首也是那些警察 查案查得不得了 沒理由找我來報仇 是呀,那整件事… 整件事,我都是受害者 他找我報仇,那我找誰報仇? 沒錯… 我這麼辛苦才爬到今時今日的地位 整個香港這麼骯髒、這麼髒 為何他不去掃? 非要來Alfred做,非要黏著Kyle 非要令我這麼不安心 所以… 所以,就算我真的要趕他走 也是合情合理 好,死命… 你還不死? O姐 你的臉色很差,沒事吧 那個臉色是對你做過什麼? O姐,他在那裡看 是就好,他領導說他沒有犯錯 我不可以解僱他 如果他露體,我馬上叫保安 送他一程 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做錯事 那就大條道你可以解僱他 是不是?O姐 O姐,其實你今天戴著黑超 你連看左看右看我都看不到 不要說你眉頭眼睛 看見了,很清楚 這隻鼓子挺有實力的 可惜生不妨事 現在市場炒得這麼熱 他訂的價格又這麼穩,這麼高 你知道散戶多數是 第一天升了第一層就放了 所以就喝不夠了 年輕人很少這麼穩 買股票的東西不是穩穩的 風險大力小而已 又說沒玩開,不像吧 我真的沒玩開 不過我覺得自己有一點點感覺 那時候我放貨幣的時候 我約好所有同學 每個月就存起少許利用錢 打算存夠就吃報票 錢就拿握手 然後你拿錢拿去抓作 這樣也沒想到 我記得存了半年 就差不多夠錢吃報票了 不過一天我經過模型舖 就看到一個絕版鐵甲人 然後我就買了它 然後放了它,就賺了一個雙倍 夠錢吃報票之餘,還有錢當袋 又押鋼又膽色,還有天分 那你就是盜用工款 我也知道自己不對 媽媽也罵了我 不過這樣,遲遲之後媽媽就更加嫌 入郵了銀寶貨幣 銀寶貨幣,銀寶貨幣 就連暑期公司 也不讓我做一些跟投資有關的事 他說投資就是賭博 看這個樣子又不像聽媽媽的 媽媽沒有兼負席,有什麼辦法 你不要玩,媽媽 千萬不要玩,我明白 你不要玩 媽媽,你不要玩 誰呀? 誰呀? 女廚爆水喉,你過去弄一下它 女廚爆水喉關我什麼事? 你找阿嬸 阿嬸找不到 現在你還沒留在辦公室 都是水才安樂 你又想拍拖? 你說廁所爆了水喉 不拿地拖怎麼索? 你怎麼搞的? 救命呀 老姐 什麼事? 女兒經歸了兩隻手給你 你這個臭婆娘,你別餵我 明明是你經歸了一次 那你手上拿著這件是什麼? 我不會刺激 到時候要刺激了我的出劇 然後就摸我了 阿嬸 是你呀,告訴我 女廚爆水喉叫我進去清潔 忽然喝著這件衣服 打算我而說我非禮是你? 說得沒人相信 明明是你輸了我的喊喊喊喊喊喊 你亂說,我扭亂你的手了 你恐嚇嗎? 樊叔你看看 Goko要先搞我 樊叔,那連你 是因為非禮還是強姦才坐牢? 不如我們報警抓他吧 查清楚才好 你上次已經試過冤枉人偷東西了 沒錯,更何況 我們公司這麼多模特兒教授 如果凡叔真的要非禮 也找個順利一點 沒錯 哥哥,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主持公道 你自己覺得應該怎樣處理? 這些人賣輕鄉的東西 我不是想讓很多人知道 你…不如這樣,你引咎辭職吧 凡叔是無辜的 剛才在裡面親意聽到Coco跟凡叔說 屢次爆水喉 是他叫凡叔進去清潔的 人善人欺,天不欺 天不欺 我知道你同情不平凡 不過同情歸同情 黑白你也要分明 剛才我真的和凡叔在一起 我們在裡面…研究新古 裡面還有兩本招股書 不信你們就看看吧 媽媽 對不起 不過這樣,你和Coco這樣夾起來 就是誤裂阿凡叔,又好像不太適合 你要替我道歉,現在又說是我不對 究竟哪句子是真的 我和凡叔談股票是我不對 對,不過我們真的隨口說說,沒打算買的 我記得你說過的,不准投機 你也這麼大了 如果真的要去炒股票,我也阻止不來 但明知兒子走上歧途 要我不出聲,我又真的做不到 好,我也不想自己這麼煩,這麼專制 我很討厭自己的 不如這樣吧,你告訴我我要怎麼做 媽媽,這樣吧,我答應你了 我以後都不碰股票 你別這麼討厭自己,別煩了,好嗎 我有事要做,遲點再說吧 好…小心身體 好…小心身體 好… 我愛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